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昨天台北股是大跌 那今天的盘是 草盘开低之后 它有流出了一百多点的下影线 那目前大致上在平盘附近 那今天整个亚洲盘 我们来看的话 像南韩股市 开低之后也都拉起来了 那日经指数也几乎差不多了 但是老实讲 这里还不能把它看作什么 跌升反弹 因为还没有弹 那这里只是暂时指稳 那你到底台北股市 经过了两天的大跌 而且这两天的大跌 我昨天还换算说 跟日韩股市相比 你会觉得很夸张 我们跌的比人家多 还多了差不多快3% 那到底台北股市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指稳 然后呢出现反弹 还是说还会继续点 那各位 其实这东西 今天晚上的CPI指数很重要 因为它关系到整个11月份 到底升息的 马数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东西 我们会把它 待会来去做解说 但是如果说 你今年看我的节目到现在 你会发现到 今天的时间点 我们大部分都在分析的是什么 人准会接下来 它会升级码 对不对 或许我们这样子讲盘 你会觉得好烦 又是要升级级码的问题 我老实说 你不去看这个也不行 这个是源头 全球股市 全球金融 所有的资金的流向 都跟到底你未来升级码 是有关的 所以如果说 连这个东西你不去看它 你就每天去看它 到底涨什么股票 老实讲 那都没有用了 所以我们来看 今年的升级到现在为止 我们老实讲 终于快到11月了 这次结束之后 未来的升级的问题 应该就可以少讲一点 接下来就会在整个 经济面上面要多说一点 这东西未来再说了 但是如果说 我们就从今年的升级来看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这两个月 前面一个9月21 跟未来的11月2号 为什么 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之前 我们一直跟大家分析过 到底升级码的问题 之前大概4 5月的时候 有升2码 然后到了整个6月份的时候 大概有升3码 这都没问题了 后来当时我们就认为说 7月24号有机会再升3码 对不对 那个时间内我们就说 这个地方还有机会再升3码 可是市场 我们大家的看法 市场都认为说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 所以当大家认为说 最后一次 10年级公債殖利率跌下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去造就什么 美国股市在7 8月份的时候 出现一个什么 很明显的跌升坛 有没有 出现一个明显跌升坛 好 那问题出在9月份 9月份那个时间点 大家认为说 你7月24号应该就最后一次 结果没有想到说 来到9月份的时候 市场在想 搞不好要升4 那结果呢 造成10年级公債殖利率往上升 然后呢 到了9月21号那天还升3码 其实那天升3码的位置 跟前面的高点差不了多少 可是你会发现 奇怪9月份升完息之后 最近的10年级公債殖利率 还在飙高 那就卡在哪里 卡在11月份 你到底是升3码 还是说会有机会升2码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到昨天为止 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因为10年级公債殖利率 昨天再涨1.5% 1.5%了 盘中已经接近到4了 到收盘的时候呢 它收在3.95 你会发现 10年级公債殖利率还是没有跌 那这对股市的影响在哪里 这是我之前7月20号跟他讲的嘛 你10年级公債殖利率 创新高美股就会走低 你10年级公債殖利率 创新高美股会走低嘛 到现在为止呢 你10年级公債殖利率 都还没有跌啊 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到 怎么搞的 美国股市还没有弹起来 好那重点来了 像关系道说 到底11月份有没有机会 他不要再升3码 我这么说了 11月份就算升3码 也是最后一次了 那当然我们不要说 把那个时间拖那么久了 因为我说嘛 你CBI会决定 整个反弹的时间点嘛 如果说这个地方 你的通膨指数还在高涨的话 我跟他讲 你11月份这个地方 再升3码还是有机会 但也是最后一次了 但是你10年级公債殖利率 也要等到11月份之后 才会跌下来 股市才会谈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机会在11月份 这地方升2码 然后呢11月份就开始反映 让股市先反弹 好各位我们来看 其实最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 注意一些国际金融的一些讯息 因为我是每天在看 其实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有很多 中量级的人士或者一些机构 比方说联合国 比方说才刚 拿到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就是联准会的前主席 伯南克 他们对联准会升息这个动作 他们的讲法都是 联合国是这么说 你不要再升 你再升的话 你会危害到全球的经济 那前联准会的主席 伯南克他是讲法 他就说 你在这样的升的话 你说那什么经济要软着陆 是不太可能 现在市场已经开始 有那种声音出来了 就是说你一直升息 一直升息 你这样经济升息 对将来的经济一定会有影响 比方说 昨天啊 他每次都会扯到这个 我们来看 昨天联准会 有一位二把手 就是副主席 布兰纳德 他昨天讲 先前的升息已经产生影响了 在整体经济中的传导 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他密切要注意到什么 经济的前景演变跟全球风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今天不管你升息降息 对于整个货币的陈述都会有影响 就是说 对货币会有影响 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 那当然这个经济不是马上就有影响 你现在已经升了那么多次 将来升息 如果说你一直在升的话 对经济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昨天 联准会的副主席就在讲 会不会开始有一些 谨慎升息的可能性 对不对 就是说 你不要一直升 到时候对经济一定会有影响 你现在是打通膨 到最后你不要说通膨没有打下来 连经济都搞坏掉 到最后对你会更不利 那各位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联准会有把这个话听进去 但是 对于联准会而言 11月份到底 是不是要再激进的升息 要给他一个下台阶了 那这个台阶在哪里 就是今天晚上的CPI 因为这个物价的指数 如果说还是一直高涨 你叫他不要再升 他也不可能 那如果说这地方 CPI指数真的降下来了 你在升什么山马 你在搞什么东西 那个声音会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我们就从 近期的通膨的一些相关商品来看 老实说我倒认为 目前来看 这个通膨应该 暂时没有说再恶化了 因为你从油价来看 油价最近这几天 是不是有弹起来 对不对 那是因为什么 OPEC它减产石油 原本说要减100万桶 看起来油价还没涨起来 减200万桶好了 所以油价有涨起来 但这两天油价又跌下来 也没有大涨 那油价将近这快半年的时间 都一路再跌 是不是 那你CPI指数跟油价 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天然气 上个月CPI指数降比较没有那么多 是因为天然气还在高档 那你现在天然气 上个月9月的均价在7.62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到冬季 天然气的价位到昨天是6.59 比9月份还要来得低 是不是 那代表着说 通膨照理说应该没有那么的恶化 没有恶化 所以我倒认为 今天晚上公布的CPI指数 应该是可以期待 应该还有机会再降温 但是如果我们就从最近这两次CPI指数的走势来看 当时我跟各位讲 CPI指数有机会去破4月份的前低 结果上个月公布的CPI指数 它有破4月份前低 但是因为核心通膨比较高 所以造成说大家认为说通膨还没有下来 但是因为油价跟整个天然气全部下来 我倒认为上个月是8.25 那我是希望 市场预估是在8.1 那看是不是有比8.1还要再低 如果说这地方能够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再低的话 那各位这又是重点了 接下来联准会11月份 你到底有没有有这么必要再升三马吗 接下来一定会讨论 好 接下来一定会讨论 那这个一讨论出来之后呢 10年期公債殖利率就不太会涨了啦 那我们说嘛 你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一跌下来 就是股市反弹的时刻嘛 那如果说好了我们就说最烂了 等到11月份你再升三马好了 你10年期公債殖利率会跌下来 所以我今天就讲啊 CPI决定什么 反弹的时间点 能不能早一点谈 我跟你讲今天晚上应该就知道了 今天晚上就应该知道了 所以呢 我在9月30号跟大家讲啊 好就算你11月再升三嘛 照理说应该有机会是 出现利空提前反应的状况 好所以呢 整个股市在最近这几天还会有点震荡 那在CPI公布之后 我们再来去看未来的发展 好那因为反正今天晚上就要公布了啦 这里猜也没有什么好猜的啦 好所以呢我倒认为啊 到现在为止啊 台北股市 今天只能说先稍微直问 对不对 啊问题是南安股市这些都已经谈起来了 人家都没有破底 我们台北股市到底要破底什么 真的很奇怪啊 我老实说 我这两天看到这种旁 我觉得很讨厌 我之前有跟他讲啊 裴洛西来台之后 台北股市都涨不太上去 对他来台对台湾有什么帮助 我问你啊 到现在有什么帮助吗 看不到啊 你没发现最近都在讨论什么 啊如果开战之后呢 台湾会怎么样 你台积电会怎么样 是不是 怎么在哪 老是在讨论这些啊 难道不能和平相处吗 一定要搞成这个样子吗 这不是我的责任啊 但是我只是说 看到这种东西 整个市场信心都没有了 这家上通膨又是这样子搞 所以呢台北股市为什么比别人 还要跌得凶 原因就在这里啦 但是呢当台北股市跌下来 我说到底有没有机会谈 当然今天晚上CPI指数 它是一个关键 但是呢 重点还是要去看美股嘛 那我昨天有跟他讲 以美股的走势来看啊 你看啊 道琼是没有创破断低点啊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说过啊 来到这个礼拜的时候你说 美股没有机会沾上月线吗 不可能啊 因为那些月线成本 你看整条月线 这条月线都一路下降啊 是不是 之前 从整个八月份 十年级光弹池率率上涨之后 它的月线都一直过不去 但是呢未来这一个月 你整个月线成本都一路往下降嘛 如果你CPI稍微有一点点 好一点点的表现的话 就上去了啦 就上去了啦 它就会先过月线了 那当然科技股呢 因为美国限制中国半导体的出口嘛 所以稍微比较弱一点 但是如果说道琼都有机会沾上月线 我倒认为啊 以高科技股的表现来看 它成本也是往下降啊 月线成本往下降啊 所以呢跌升反弹 甚至还有机会沾上月线啊 所以我说这个盘是到这个时间点 它是有机会弹的啦 那当然你说老师那这有机会弹 当然还要等今天晚上的CPI指数嘛 对不对 好 那到底这个盘到这个时间点 你一定会问我说 那这要怎么做 对啊 这要怎么做 我们老师讲 这波一下来 你买什么股票都没有用 真的啊 我说实话 你买什么股票都没有用啊 这个盘你说要谈 要往上涨 我之前就有跟他讲过啊 如果要往上涨的话 我9月17号说嘛 反弹关键在哪里 我那是不是跟他讲连电 我就跟他讲台积电 对不对 台积电当然受到美国去限制中国半导体的出口 受到影响 但是呢我从那个时间点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你稍微注意一下联电 我没有说台积电 我说你稍微注意一下联电 为什么 因为当时联电我跟他 我们去换算嘛 你注意看嘛 台北股市今天为什么能够涨起来 你看台积电今天啊 还创低点 但是今天涨的是联电 我跟你讲 如果这两档个股都不涨 你台北股市都没机会 你买什么都一样 但是如果说这两档个股呢 只要有一档个股它动起来 台北股市就稳定啊 结果你会发现啊 今天台北股市会不会下影线流出来 因为联电涨啊 那为什么联电可以涨 各位你想想看嘛 我那时候有跟他说过 以他去年配三块来看 当时股价打下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那一段期间在这里嘛 对不对 那时候低点也叫你买啊 三五多开始叫你买啊 他还真的涨上去啊 哎导播跟着 对他是不是涨上去了 那这两天莫名其妙 整个股市又大跌之后呢 我昨天还跟他说啊 哎股价跌下来 问题是他的股息殖利率还在上面嘛 以分子分母来看嘛 他的分子呢 股息殖利率还在上面啊 你股价一跌下来 代表说你股息殖利率是越来越高啊 那你现在要怎么去打败通膨 同时没有 你现在把钱放定存一%多 你能够打败通膨吗 不行吧 哎工载殖利率快到4%啦 对啊我刚不是跟他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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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續費代辦費一堆的給你東扣西扣 你賺不到錢 等到三年的時候 後年年總會要降息 結果呢 美元開始跌 你再把錢換回到台幣 你還是賠啊 是不是 你3%也沒辦法打敗通膨 你還要怎麼去打敗通膨 我說他去年配3塊 那今年呢 就是說明年會配多少 我認為最少都還是3塊以上 但是你股價跌下來之後 你股息值率越來越高嘛 那你股息殖利率呢 已經高達到8%多啊 你8%多可不可以打敗通膨 可以嘛 是不是 現在通膨大概殖利率在4%左右 那你現在是8%多啊 所以我說一定會有什麼 投資性的買盤去切入嘛 所以你說台北股市今天為什麼能夠 稍微把下影線流出來 不就是那種股息殖利率比較高的股票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以台北股市來看 到底有沒有機會反彈 我還是跟你講 你就看連電台積電就好了 真的 不要說看到人家拿 那個每天漲的股票來跟你講 像昨天大跌了500多點 還有人說你看我的股票都快漲停 沒有用啦 那都騙人的啦 真的啊 那都騙人的啦 好 那因為你現在股票的空間比較小 那你現在的重點你要去看啊 全子股到底動不動啊 那如果說全子股能夠動起來 台北股市就穩定了嘛 是不是 前面這一波已經讓你看到了嘛 好 那你現在連電已經讓你看到啊 第一檔已經開始有一些買盤 開始慢慢介入 所以呢 現在月線呢 離月線 月線未來 今天是禮拜三嘛 從禮拜四 禮拜五之後 它整個月線成本也下來 所以說以連電的角度來看 它要站穩到整個月線之上 最慢下個禮拜 最慢下個禮拜 如果搭配它股息殖利率比較高來看 你說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撐 有啊 全子股有機會撐啊 如果全子股有機會撐的話 你台北股市就有機會跌身談嘛 對不對 只是說現在個股的空間就比較小 好 那因為我們還在等CPI的指數出來嘛 答案出來嘛 那個股部分你就稍微等一下 你說你要去找那個空間比較大的 我們老實講 現在空間最大的是什麼 不就是指數嘛 所以指數怎麼做 你來看 昨天我們有去操作了 昨天跌下來的時候我們就去抓低點 昨天9點03分的時候 我們在13200上下5點買進 這都已經穿價了 買進之後呢 我們就昨天搶一個反彈 賺95點 OK 這是昨天的啦 今天我做兩次 我做兩次 第一次呢 找盤一壓低的時候 9點13分 那時候我在13000上下5點買進多單 你們發現嘛 穿價嘛 12995嘛 一定成交嘛 對不對 好 你再注意看齁 第一次的第一檔成交之後一談起來 我們市價開始調節 所以這一段我們先小賺40點 這是第一次操作 今天第二次的操作呢 差不多在9點40幾分左右了齁 我們剛剛前面這段賺40點嘛 後來台北股市又壓下來一次嘛 我9點37分的時候 我掛12985 上下5點買進多單 穿價嘛 有沒有 有穿價啦齁 誒 他們沒有 我不會去下空氣單 沒有做到我也不會拿出來講 會員怎麼做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OK 好 所以咧 第二次 第二筆的多單 12985一定成交 對不對 好 成交之後咧 你再注意看 9點56分的時候我就預掛嘛 我認為這個牌應該彈到平板 應該沒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預掛 13095 上下5點 我們就把多單出清嘛 13100 有彈起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今天這兩筆單齁 第一筆單賺40點 第二筆單賺120點 也就是說光是今天我們就賺了160點 好 那再加上呢 昨天我們賺了95點 今天160嘛 今天160嘛 再加95呢 兩天時間已經250幾點了 有沒有 像空間比較大的是在指數啦 個股部分要稍微等一下 但是個股部分我說嘛 你要去看聯電啊 聯電台積電嘛 那你連聯電動起來嘛 你台積電我預計啦 在這幾天破400之後 它應該也要開始要跌升彈了 因為聯電的股價在下個禮拜應該就沾上月線了 所以台積電呢 在未來這一兩天也應該開始要彈了啦 所以你說指數有沒有機會彈 怎麼會沒機會 這兩檔個股動還沒機會 那這個盤還真正的見鬼 是不是 所以個股的部分你可能要延個幾天 但是指數的部分呢 我們昨天賺了95點 今天呢 找盤第一次操作賺40點 第二次操作賺120點 很清楚啦 一定都成交 所以兩天的時間呢 我們大概賺了250幾點到60 260幾點左右 那你問我說 老師那之前的操作咧 我跟你講之前我都沒有做 雙十節那一段的時候 台北股市啊 動不動就跳空漲跳空漲 沒得做啊 所以那一段呢 我們沒有做 穩定的時候我們在進場做 我的做法就是這樣 一定把你的風險控制住 那有穩定的點 我們帶你去掌握盤中的那個空間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有做指數的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那至於個股的部分 我預計啦 既然聯電已經開始動了嘛 那你台積電呢 這兩天跌升之後也開始有機會彈 所以呢台北股市CPI的指數 一公佈出來之後 如果沒有造成那個通膨增溫的話 而是有一定的降幅的話 跌升反彈應該快開始了 跌升反彈應該快開始了 但是關鍵點就看CPI指數 好不好 那因為是今天晚上就公佈 我們也不用去猜說 它到底會怎麼樣 我還是認為它應該會跌 所以CPI會跌 所以對股市會比較有利 好不好 先把這一段 跟大家去做一個講解 從整個盤勢 我們現在怎麼去看 當然我們一直都在跟大家講升級 到底要升級嗎 未來會怎麼樣 或許你聽煩了啦 老師講這個也蠻煩的 問題是重點就在這裡 可是這個市場 沒有老師會跟你講這些東西啊 不是嗎 每天都是拿那個長的來跟你講啊 你都相信 我敢說跌到這裡你也不相信了啦 所以那些東西就 看看就算了 所以呢 反而預計啊 明天就看一下晚上CPI怎麼 出來的數字之後 後面到底法人面它會怎麼做 這東西後面我們再來做研判 好不好 因為這幾天我們看到 整個外資啦 自營商啦 這地方的起貨都開始做多單了啦 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點是有機會的 好不要不要 心情稍微開朗一點啦 是有機會 機會開始要出來了 好不好 講到這裡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就是不要錯過任何一位名師 手機掃描QR Code 鎖定運通財經台頻道 24小時幫您解盤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2781-0909 2781-0909 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點火鐵銀 關心的是競爭力 變大能夠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爸爸 為什麼到路口要停車啊 因為我們是知道啊 我懂了 對方是幹道 不管執行或轉彎 都擁有優先通行權 沒錯 只要設有停讓標誌 標線或閃光紅燈的 就是知道 應讓幹道車先行 要是沒有那些標誌標線 或者耗制呢 那就進入路口時 少線車道讓多線車道先行 車道數相同 轉彎車讓執行車先行 兩邊都執行 左方車讓右方車就對了 好歡迎到現場 台北股市昨天大跌之後呢 今天流了大概100點左右的一個下影線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不能說它跌真坦 只能說它稍微指紋一下 但是從亞洲盤來看 今天亞洲盤呢 也都流出了一個長下影線 然後呢都上來了嘛 那我是預計啦 照理說應該是看到今天晚上CPI指數 大家的想法應該是差不多啦 應該不會太差啦 所以呢 當今天晚上CPI指數公佈出來之後 它會影響到的就是 未來公債殖利率到底是升3碼 還是說有機會只升2碼 那如果說CPI指數表現不錯的話 我認為10年級公債殖利率就有機會點 那就有利於股市反彈 那這個時間呢你可能稍微等一下啦 因為今天晚上就公佈嘛 等公佈出來我們再說啦 但是你會發現到啊 在公佈之前呢 全值的個股已經開始有在撐盤了嘛 是不是 所以呢當全值的個股呢 連電一開始撐盤之後呢 我預計啊 台積電跌升反彈的機會也開始要出來 所以呢這個盤喔 反彈的機會就快出來了 那這段期間呢 我們稍微先做一下指數 昨天賺95點 今天第一筆賺40點 今天第二筆賺120點 好不好 那如果說有操作的 歡迎你就跟著一起來 個股的部分有任何疑問的 該不會太低 到底這個地方是高點還是低點 你再打電話進來問 OK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一記在首 軸到哪看到哪 Youtube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現在就掃QR code 訂閱運通財經台頻道 讓您不再錯失任何精彩節目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網賣在一起 財經台頻道 你有夠多危險 运达投雇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雇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各位观众 一下都是真式拍摄 台湾做球选手 邱比扬挑战绕过杯子 关电脑 想大人输球 节电的重要性 求如有机会绕过杯子 接下来是年仅20岁 台湾已就活手 红杯子 挑战不用手 所以手关灯 忘记 他可以点按助业选手